我太太真的很会吵架 她是那种她吵架 她可以完全 很冷静的跟你吵架 你就会被她惹怒这样子 但是我也是 我跟很多男士一样 就是我也不善于吵架 然后我就会 还搞不清楚状况 就已经被攻到体无完肤这样 但是有一次我是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她就在路上 其实我记得那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那个 铁路都还没地下化的时候 对我那个 叮叮叮叮叮叮叮 那个平交道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在 平交道那边要过去的时候 突然就 我太太不知道跟我聊什么 她很喜欢讲乱讲 乱讲这两个 口头馋啦 口头馋 那她就突然说你乱讲 我就突然整个那个火 就冒起来你知道 我很少进行 我真的非常少 我可能还修炼比你深一点 但是这两个字就破功了 破功 真的破功 不能讲乱讲 我就说我没有乱讲 我如果乱讲我就不会讲 我如果讲一定是好好讲 我绝对不是乱讲 我当时突然那个 病得很顺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 不要再说我乱讲 你还是乱讲 你还是 跟着名啦 她吓一跳 她真的吓到 她说这个男人 不是我认识的男人的样子 那当然那天就是很不爽 不欢而散这样 那后来其实 其实我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知道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方面是 我自己去回想 我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那我才想到 其实我妈妈 我爸妈都很少打我 但是我记得很深刻 是说小时候你知道 我们那个考试卷 都要爸爸妈妈签名盖章 那我有一阵子考不好 那数学 那我妈妈最重视数学 数学考不好 我就自己偷签名 而且我是 我很厉害 我都会把那个考试卷 先放在以前的那个签名上面 没有 还不是多 先用签名练几次 很顺的 就啪就牵过去 干脏这样子 然后就收起来 那将近有差不多 一个多礼拜 我妈妈都没有看到数学考卷 这不正常 因为我们数学考卷 一两天就会考一次 那我就记得 有一天早上要去上学 然后我妈妈说 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妈妈 我就说没有 妈妈说真的吗 都很好吗 我说都很好 那妈妈说啪 她手上一张我的数学考卷 这是什么东西 被抓到了 我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能承认 当然不能承认 我说我不知道 妈妈说 这是谁签的名 谁盖的张 我说我不知道 妈妈说那收好 以后要给妈妈看 我就一边收 妈妈就啪一巴掌 训练不及掩耳 我就觉得我都已经流血 那个整茂猩猩 乱讲 以后不能说话 去上学 整个人就是 整个人都昏掉了 然后我就在想 我被抓包 然后当场被惩罚 所以乱讲这两个字 对我来讲就是 我现场被抓包 然后惩罚接着要来 对我来讲 这是个很深的控诉 地雷区 对 非常非常深的控诉 所以我很讨厌 我到今天为止 就不要说我乱讲 好好讲 好好讲 如果学生要忍我 说老师你乱讲 我就跟你拼了 对我到今天还是会讲 但后来我有跟我太太 讲这件事情 她才知道说 这是你的过往的经历 那我后来才知道 她为什么很喜欢讲乱讲 因为他们兄弟姐妹很多 她是最小的 她哥哥姐姐大大很多 那她讲什么 她说乱讲乱讲乱讲 可是所以她就也学会了 但乱讲我知道 她没有任何的 这个意义 就是口头禅 就是口头禅 她也没有恶意 那好棒 你们两个可以这样 好好谈这件事情 很多夫妻就是因为 这两个字 就是不知道哪 可能大家听来就无伤代表 两个字 可能就分手了 所以她现在 她会非常非常的在意 这个东西 她有些时候 她不小心如果真的讲乱讲 她还是会讲出来 那我就 然后她就会有点不好意思 她可能用其他的事情 把它盖过去这样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会在意对方的感受 越来越在意 所以这两个字 不能讲就对了 对不知道为什么 到今天为止 我自己知道原因 我都还是不太能够 就是那个记忆都还在 我们都听到 不会说你乱讲 你没有 前面后面都不关心 那两个字 不行 其实很多我们的情绪反应 跟我们小时候的关系 是很有关系的 像刚才少强你讲 你这习惯性 赶快先say sorry 先缓他的情绪 跟你爸妈从小常常吵架 也有关系 对 没错 其实就跟老师说的 我觉得一个人个性养成 跟原生家庭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那小时候 因为我大概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然后在这个之前 他们也就是常常会 在我们面前吵架 甚至会大打出手这样 那我觉得那个对小孩 是非常伤人 因为就是两个最爱的人 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然后突然这样 就是会造成小孩内心 就是很大的恐惧 那个当下看到父母 在打架的那种画面 其实那真的会是一个 感觉是世界末日 是天崩地裂的感觉 是真的有到那么严重 然后自己也会往心里去说 会觉得说 是不是自己不好 然后他们才会这么的不开心 或者是自己想要做点什么 但是又没办法做些什么 就觉得有一种那种 无能为力的感觉 就是很多复杂的 都是很负面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长大之后 我就会变得很怕这种 不和谐的气氛 只要是不和谐的气氛 而且是跟我有关的 如果跟我没关就没关系 你不允许再出现那个画面 对 我会很没办法接受 所以你就忍耐就对了 像譬如说如果是女友 她生气干嘛 我第一时间我就想要赶快 缓和这个气氛 所以我就会说对不起 或者是逗她笑干嘛 那其实内心是有一股 很大的压力 在推动这件事情 那我先道歉其实也 不一定是真心的 只是想要赶快缓和 现在的气氛这样 但你这个恐惧后来 被小蛮逼出来了 你一直压一直压 碰到她没辙了 对 就是她其实把 把我埋醉的东西 全部都挑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所以刚开始会经历 一个过程这样 对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 我们两个在一起 有点像是稻吃甘蔗 因为嫁可能在 刚在一起的时候吵完了 然后后来我们现在是真的 很少吵架 然后因为我们吵完架之后 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好好的聊 彼此会讲一下就是 因为她很鼓励我就是 我觉得通常男生好像比较 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 或是想法 对 没错 男生比较会压抑啦 对 因为男生不想要讲这么多 我会很习惯 赶快事情解决就好了 对 我很习惯就是压抑 然后到压抑到 最后受不了的时候 啪 就爆炸这样子 对 你们后来就上心理课 对 因为她 她也很鼓励就是我把 我自己的情绪就是想法要讲出来 然后 因为对 我们有去上心理学的课 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譬如说像自己的情绪 其实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其实都是自己的 里面的东西 那别人如果踩到你的点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点 才会被踩到 所以大概就知道 我们的情绪其实 是要自己去理解 然后自己去调整的 那我们两个也都 很有意愿地在看自己 然后在就是为了这段关系经营 然后我们做一些努力 就是调整自己 修正自己这样 这样 夫妻一起面对问题 其实是改善关系 最有效的方式 我觉得很棒 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去上课 对 这是最棒的 不太愿意一起去 通常都是其中一个人去上 对 然后这个人一直往前跑 那这个人还留在那里 而且通常去上的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对 就是不愿意去上的人 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 因为通常男士都不愿意去上 男士都不愿意去上 因为都觉得自己没问题吗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状况 但是你们最近的一次争吵 听说你成功了 因为你开始学习不压抑 对 其实我上完课之后 其实我也有很多过程 也尝试过很多方法 然后譬如说像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也是不压抑自己的情绪 然后直接出来 可是我觉得那也不一定对事情有帮助 但是至少我就有进一步 就是不会再压抑 那最近这一次吵架是我们点UberEast 然后到我们家 那我们家那个定位好像有点怪 就是常常都会定不到我们家 所以那个外送员都要绕很久这样 然后这一次是外送员快到了 然后那时候我在看片 然后小满就叫我说 那你先去门口等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正在看片 然后我还没有及时地回应他 然后突然就又生气 又动作很大 然后去穿衣服干嘛的 就他自己下去拿这样 因为他生气非常清楚嘛 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会有很多声音这样 走路有很大声 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 对然后他就下去拿这样 然后我第一时间我也是觉得 就是你干嘛要生气 这样也要生气 对 那又是一个不和谐的气氛 就是又踩到我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点 但是我就选择 对当第一时间我有说你有病啊 我也先讲这个 那后来他觉得我讲这句话 更火 后来我们也是事后有就是有聊过嘛 他就是觉得这句话对他来讲 他听得不舒服 所以后再也不能讲你有病啊这句话 对但是我就是有把自己真的想法讲出来 而且是不带情绪 我就说你误会我了 我只是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我可以去哪 然后我就叫他回家等 然后其实你知道女生饿的时候 情绪真的很差 对 因为很饿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容忍 就是你可以说等一下 你在看片 对不对 对 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女生生气啊什么 其实跟逻辑或是事件 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跟肚子饿有关系 没有就是肚子饿啊 睡不饱啊 那就是女生的逻辑啊 对 对不然就是可能周琪的生理反应啊 真的就是这样 好反正 可是这一次我成功 因为小蛮其实他虽然吵架起来 气势很强硬 但是他还是一个民事里的人啊 所以讲完之后他就觉得 他自己好像有点太冲动了 所以他后来就主动来跟我道歉 他变了你也变了耶 但是他还有一个淡数 他说你先讲邵翔是大笨蛋 我就说不要 很幼稚 我说你要先道歉 你先道歉我才讲 其实我也很鼓励我当事人 因为我来找我当事人 都是婚姻可能有问题的 我都会鼓励他们说 你们要不要试看看 去做婚姻谘商 其实就像我刚才邵翔分享的 其实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可是很多男生不愿意去怎么办 对 不愿意去就没办法强制 就是如果说真的不愿意去 那到时候在诉讼中 我们就变成是一个证据嘛 变成说我们有想要 维系这个婚姻要改善 但是对方就不愿意 这也是一个证据 这也是证据 曾经邀约过去自杀 对对 但是如果双方都愿意去的话 其实对婚姻是绝对有正向的帮助 邵翔那时候为什么你会愿意去 我们两个其实都很重视这一段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 吵架这件事情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为其实吵架 就可以了解彼此的想法 因为你们彼此够信任 知道这个是要把坏事也变成是好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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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